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就叫做《东京奇谈集》 这本书我是很早以前看到了 印象还挺深的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它是村上春树写的 然后最近说打算在座试骑吗 我就想起这本书了 想拿来聊聊 后来我一查 呦 村上老师了 我没想到村上春树会写这种怪谈类的内容 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 它是五个短篇小说组成的 它通过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偶然随机性的事件 来折射这种命运的神秘感 这里面还有过去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两件事 他之前在剑桥生活那段日子里 有一次他去酒吧听爵士乐 我们知道村上本身是一个爵士乐迷 他在台下听到入迷的时候 脑海里就浮现了两首他特别喜欢的 又是特别冷门小众的两首曲子 他在想如果是这个时候台上的乐手 能够演奏这两首曲子 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就在这个想象的瞬间台上果然就连续的演奏了这两首乐曲 这个生命中的偶然就是让你这么捉摸不透 我给这种事称之为是生命中的奇幻时刻 像有一些预兆一样 突然就想到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马上就降临到你眼前 好像是咱们的这种精神力是具有一种能量 就不是现在有个说法 精神吸引力法则吗 在网上传得很厉害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节目特别逗 他说如果你把这两个人完全把地球的磁场屏蔽了之后 他这个脑电波是可以沟通的 在异地 所以有可能这个东西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具有超能力的 脑电波能直接进行沟通 磁马花 精神力法则那个视频说的就是说 你只要一直想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会出现 比如你想有钱 你只要每天使劲想这件事 你就会慢慢发财 那是做梦的 这节目越来越没有科学性了 越来越封建迷信了 但是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平时代表 我会不经意的看时间 我发现数字总是停留在一些 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 比如你的生日 对比如说我的生日 或者是一个连数 或者对或者是二二二这种 夜里十点二十二 在一段时间里会重复的 你每天都会看到 我也经常遇见这种事 可能我们身边很多人都遇到过 反正有说法 但有点说不清 对就有的人会说 就是有些这个就是死刃科学的这些人 会说这个 或者坚信科学这种人会说 觉得只因为你经常看 就是表的事有过明确说法 说你经常看 但是你会记住那些对你有意义的数 那些没有对你有意义的数 你会忽略掉 所以你总会觉得你看到了有意义的数 这是一种说法 这是有一种一种说法 但是你刚才讲 《车上春树》那个故事 我觉得 或许你觉得有可能是他的一种创作吗 我觉得这么大作家就不至于这样 我觉得他写的时间特小的事 他不会 如果他是一个没名的网络 没有名的一个 什么键盘侠 他说这么一事 博得眼球 著名作家应该不会说为了这么一个小梗 去胡编这么一个事 因为这种情况 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过 举例看表 这事非常常见的 你说演奏也好 什么也好 我一下想不起来具体失利 但是感觉是有过的 感觉是有过的 不过听众可能是最多的 就是说 我昨天刚看了这个片 今天我们就更新了这个 这个还真的是非常常见 他们奇怪的 就是说我们那些 不是跟当即相关的片子 有过 你没发现吗 比如那个《招魂》那个 对好多人 好几个人说 说他刚看完 这都有暗示 为什么清明节期间 是吧 有很多节目都做这些 有可能 这个也有可能 反正就冥冥中 是有一种感受的 在我村上春树的故事 他的确在我生活中 之前也知道 有过吗 也有 走在大街上 去预想这个人 是要抽烟 结果他真的从包里 偷出这些烟 你是有抽能力吧 然后你自己 从来没发现过 你有精神控制 X教授那个能力 可能差不多 就是类似于这种事 就是你有时候 你的注意力费 是集中在某一个人 我之前还有在大街上 看见一辆车 那辆车很普通的辆车 但我就觉得那车 好像有点古怪 结果他下一秒 他就装了 不是 抽红灯了 因为没减速呗 不 我就说 我觉得可能 任何这些事 都会有人说 从背后找出科学根据 但是作为艺术家 或者说作为这些创作者 他把这提炼成另一个状态 就是说精神力也好 说什么也好 给我们去看 其实也并不一定 挺有意思 我觉得没必要 什么事弄的 非得是 他是一个作家 他又不是一个科学家 对吧 他这事儿 然后给你分析 然后列多少个曲子 给你派列组合什么的 给你讲这个 也不靠谱 他就是把这东西 讲出来挺有意思 那最后 对于这本 《村上春入老师的东京奇谈集》 我想用毛母 在《月亮与流编室》里边 一段话来概括他 毛母在书里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一话 写的特别好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如果他们生活中 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 或者迷惑不解的事情 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 编造出种种神话 而且深信不疑 近乎狂热 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 对于平凡黯淡生活的一种抗议 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 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 最可靠的护照 我觉得这句话 完全就是说给《村上春书》的 就真的跟我们要讲的故事 非常挺像的 就是这种精神力 你要开始吧 我还是要跟大家 再说一下这书名 这本书就叫做 《东京奇谈集》 就像周中老师写的 我先讲第一个 龙毛男的故事 就是龙毛男反正就是 日本都市传说之一 都市传说之一吧 因为日本有好多都市传说 什么猎口女 什么这些 他这故事就是 龙毛男的故事 就是把日本的所有都市传说 串起来了 然后给了他一个解释 就为什么会有这些奇怪的人 这些奇怪的怪人出现 是国家组织的 这国家有一个部门 就专门让人穿成这样 出界吓人 说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保证这些人 对于黑暗的恐惧 这样他才能一心向善 让他们就害怕 这个 有 明为什么叫害怕 其实我觉得这挺有道理 人要不知道害怕 是个 是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整个人类 是个挺恐惧的事 你要有所畏惧 对 制约你的 对 真是这样 很多东西是规则 但你不畏惧的话 就什么都不畏惧了 规则对你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要有畏惧之心 它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弄的 就是专门有一个组织 就是来搞这个都市传说的 然后他们里边还分科 比如说什么阴谋科 就是专门讲政府阴谋论的 这也挺混 就专门做政府阴谋论的 还有什么宇宙科 就专门弄那种 UFO UFO 哪拍照片有个飞棍 哪拍照片有UFO 搞这种 明科似的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迷信科 对 还有一迷信科 就是这种挑大绳的 什么拿小钉子钉人 什么这种 然后我们这故事的主人公 在怪人科 就是专门弄这种猎口女 猎口女 什么绒毛男 然后珍珠男 珍珠男 对 还有珍珠男 然后他这里边扮演的 他在这个科里边的扮演 是什么呢 是一个叫鱿鱼男的 因为说有人不是恐惧鱿鱿吗 体现特样的 然后他就扮成一个鱿鱼状的人 夜里聚把伞 然后出去之后 说你看看我 然后一撤伞 是一大鱿鱼 然后就吓一条女生跑 他就去干这个 他们好像基本上 每一个都市传说 最后全都是吓人一跳 人家看我美丽吗 对 你会发现 日本好像是这样 就是搭讪 这会咱们再聊 中国到底有没有 反正日本还真是 猎口女不也是吗 然后就是 但是后来就是发现 这个科室 是在他们整个大部门里边 有点在衰落 然后他们就老回忆 就当年我们 这个部门在 全 这个我们这个小部门 在整个大部门里边 是多么这个耀眼 比如猎口女的传说 多厉害 什么龙毛男的传说 多昌盛 结果现在呢 说这个 大家好不太信这些玩意儿了 然后呢 最关键的是 那个珍珠男被逮了 因为珍珠男是什么 是脑袋是 带一珍珠 打了 幽圆的一个珍珠的圆球 然后底下是光着的 站一被壳里 然后他在庭上场 那么站着 有女的来 就站起来吓唬人家 然后有警察给带走了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其实为的是吓唬去 不是让人觉得讨厌 你看你这 你不会让他成为 那个像珍珠男一样 最后被逮起来 性骚扰一样 对 就是因为那光着 那个珍珠男光着 所以就是 你比如外星人 你也逮不着 就弄点照片什么的 就能吓唬人了 就他这种东西 就真得能一人出去 跟你搭讪是吧 那猎口女就得 有一长蛇女 就把那口罩 带着让你看大长蛇头 所以他这总有这种 搭讪嫌疑 就倒大的就报警 所以经常会逮他们 然后他们那个业绩 就一直在跌 然后他们互相之间 还会聊 说这可怎么办什么的 然后就会 就是突然有一天 好像就是这个 他们科长给他们开会 就说现在社会上 熔猫男 这个妖怪 这个怪人又开始昌盛了 就开始 就还有一段 这主人公 这件事 必须得瞒着家里 不能让你家里知道 就是这是一个机密 这是国家的机密 对 就是我是一个政府 公务人员 但是我干什么 从来不说 对 所以他女朋友不知道 然后他有一天回家 跟他女朋友一块回家 他说我送你吧 女朋友说的 就那意思 不用吧 然后他说万一 因为他是扮演张云男的 我说万一有张云男 就是这个鱿鱼男怎么办 女的说没听说过 不是悲伤 我天天装鱿鱿鱼男 我女朋友都没听说过 然后他那 就很忧伤 那女朋友后来 想他说要把女孩送我们 为什么又让送了 万一碰见绒毛男怎么办 就就 就明白 他自己扮演鱿鱼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工作 这个做的不够好 结果有一个叫绒毛男的很火 但后来他们公司会发现 就是他们那个部门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人在扮演绒毛男 然后这个 他们科长就开始问 开会就 我觉得这一下都很恐怖 然后这科长就开始问 说你们说到底谁扮演的 你们现在赶紧招 就没有人招 说没有人扮演 后来这个主人公就去查案宗 他那说 案宗里面是有说 这是多少年前 30年前 30年前 他们这儿是有一个员工 在扮这个绒毛男的 但是他已经不干 然后 然后这个 吓人吧 然后因为很可笑拍的 所以还好 然后他那个科长就出来 就跟他说 你看来在查这个案宗 他说这个案宗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呢 但是他不干了 就是他是我的一个前辈 就是科长的 他是科长的前辈 是当年非常活 马上就要 遇满全球了 就遇满全国了 马上要遇满全日本了 但是他突然就辞职了 说为什么辞职呢 说因为可能跟他夫人有关 他夫人失踪了 他说夫人 他夫人也是这个部门的 是扮演猎口女的 然后就失踪了 然后就说 现在不知道外面 这绒毛男会不会是他扮演的 说是不是走火入魔什么 你去调查一下 然后他就去找这个前辈 不是他还挺衰的 你就是在那翻个案宗 就让领导就直接指派了 你就是被指定的人 你得去调查这件事 因为他们部门一共就杀人 一个绒毛 一个鱿鱼男 一个长舍女 还有一个是扮演的 一个闪光男 闪光男 就是你都要给衣服里边 这东西闪光可傻了 所以很搞笑的 然后来去找这个 就去找这个绒毛男 这个前辈了 他是个人嘛 然后就聊就说起来了 就让他进来了 然后是一个老大爷 特别老了 就讲说 听说现在绒毛男又出来了 什么的 然后他听说这个 绒毛男是什么 就是脸上长得对蒲公英 就全脸都是蒲公英 都是假的 然后他会问人家 你吹不吹 你要不要吹一下 你要不要吹一下 你还学的挺甚的吗 你要不要吹一下 那蒲公英一吹不就没了吗 然后就都市传说 谁 谁把他那个绒毛都吹掉了 看他的脸就会疯掉 然后后来他就去找这前辈 因为他作为后辈 其实他也希望自己能成功嘛 对 他就有一点取经的意思 就跟着前辈 问着前辈 就说的这个 就说你当年那句 就是要不要吹一吹 是怎么想出来 他说我 我就当时 一时兴起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出去吓唬人 我也挺俗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结果没想到 就成了这个口口相传 都市的传说了 每个人都在传这件事 很有意思 然后后来还说什么 你能跑60公里 他那个是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对 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穿成那些人群 就说跑特别快 然后如果你开车逃跑 他能追上你 如果不回答这句 吹不吹的话 他就会一直追着你 他说这些都是人传的 他根本跑不了那么快 然后还说 后来那人自己还说 后来还有人传出来 这个绒毛男怕猫 这些都没有 全都是老百姓 自己在民间就愣传 就是谁都开始 往上添枝加叶 就是大家就有这种事 就开始想把自己的想法 加进去 然后就把这个都市传说 吵起来了 其实当年根本 没有那么恐怖 然后后来就问到 他为什么不干嘛 他就说 是因为他妻子的 那个离开什么的 他说他妻子 是扮演猎口女的 还挺漂亮 他就回忆当年的妻子 弄一口罩 然后一接 没有猎口 就因为搞对象 特别幸福这种 我还是觉得特别恐怖 你怎么傻 你说这些事 我觉得 让你嘻嘻哈哈一说 但还是觉得很恐怖 恐怖吗 你要是倒到北极 你刚才说的 他一死 其实没有裂口 那一下也多惊悚 包括女朋友 在家化妆 就化裂口的时候 还说讨厌 别看什么的 这种就很生活 很生活 你把它想成 就这些人全是人伴的 一点都不吓人 但是后头还真有点 想吓人是什么呀 他就说这裂口女后来去哪了 他妻子死了 去哪了 说有一天 他吓人的时候 回头看见了另一个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然后两个 后来他女朋友就没了 他就说都市传言 如果传到一定级别 火到一定级别 每个人口口相传之后 都相信了 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变成真的 你越说越像 他妈的开堂首杰克了 对对对 还真是有点 开堂首杰克 什么呀 好多人去效仿 像你刚才说的 之后就形成一种文化了 那开堂首杰克 好像多少年之后 还有人去效仿 对是有 是有什么说法 CSI里边好像 还有一集也是效仿 也有过 就一直会致敬 就是但是他那故事里边 就是说 如果你火到一定程度 就可能会精神力 会创造一个新的人 这个怪物出现 然后这个会把这个 原来扮演的这个怪物的人 给吸收掉 然后所以他说 他当年 因为猎口女最火嘛 他作为绒毛男第二火 他就害怕 说自己觉得自己 到这个全国 想去全国的时候 快到了 他怕自己被吸收掉 然后他就 收删了 就收删了 但是呢 我这个内心深处 特别有这种 被别人关注的欲望 30年了 我依然有这个欲望 我一看前 大家都不传我了 我觉得特没劲 我有一天就在 网上有发点消息 你们还有人记得 30年前的绒毛男 真像国内的 那些论坛会提这种话 你想 你还有人记得这件事吗 说又开始在网上传起来了 结果就火了 火了之后 虽然他没出去扮演绒毛男 但是绒毛男又出现了 多像我们公司做那些片 就是那个 比如我们游戏交上之前 现在什么贴吧什么 先找个大V 先制造话题 弄个事件 弄个事件出来 你们广公司不是也老弄了 我们必须得弄出事件来 让人信以为真 然后觉得这事 是真的要发生的 就你们都小心点 没什么你那个事件 最后就由精神力导致 就成了真的了 那我们以后都编成 是某日本的 那个动作片的女星要来 就这种特别好 那可以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 这个 眼督毛男这个老大爷 带着他这个后背 就一块开车出去了 然后就是说的 我要面对 我该面对的事情 既然督毛男都已经出现了 要面对我该面对的事情 开着开着车 就开着满天的蒲公 像头倒了 然后一停车 就从后边拿出一个 他的那个戏符来 给自个儿套上 那个满脸的蒲公英 然后看见对面 有一个也是满脸蒲公英的 一个戎毛男 然后就奔跑过去 奔跑过去 两个人合体 怎么还会遇到另外一个 那就是精神力 其实他的那个 就是在网上 那个话题起来之后 他已经创造了一个 精神力的蒲公英男 他呢就是说 我已经30年了 这个蒲公英男 其实一直在找我 然后他肯定就是 一直没有找到我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面对这件事情 我也活得差不多了 他还是老了想出名 他还是想出名 在网上传自己 传自己当年干那点事 然后最后就合体了 合体之后就是 主人公就在地上 就昏迷了嘛 然后第二天醒了之后 就回到科室里边 然后去商厕所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个蒲公英男 对他说你吹一下 你吹一下 然后就吹了 看见了前辈脸 就结束了这个故事 还是这么惊悚 惊悚吗 我觉得开始设置 设置很有意思 都市传言全是编的 我觉得这都太惊悚 没想吓你 你看他很搞笑 这都想吓你 这也太吓人了 对 对 对 我想吓你 不是想吓人 笑着跟人说 都觉得特别恐怖 你倒是可以看一下 那男主办的那个 鱿鱼男啊 那个实在是太搞笑了 那就是奥特曼的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叫什么八十产型人 对对对 他总共办的 就是办的都特别傻 你明白吗 包括那珍珠男 被逮的时候 跟傻的似的 然后警察抓他 那个头盔也给摘了 因为就是真人眼的 他那个珍珠脑袋也摘了 然后喊 不是我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 整个都市传说 全都是假的 然后全都是由政府部门 就日本政府部门 虚构出来的 然后让人去扮演 我觉得这个设定 特别有意思 你刚才说的是 这个系里 日本政府 制造一个恐怖的 这么一个事件 对吧 咱们之前不是也 还聊过吗 说百步大三角 那不是美国 好像就美国 想故意制造一个 进飞区是吧 对啊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泥兹湖水怪 不就是为了 为了让大家多旅游吗 那个洛克斯维尔实验 就是那个外星人的 那个不是 罗森维尔 罗森维尔 然后那个不也是 其实好像后边 经常有那种解谜的 告诉你 其实拿洗衣机 什么桶什么的 包装的外星人 然后在那解剖 那他们是为了干嘛 就告诉你 第五十一区 我们是有这样的技术 我们有外星技术 那其实它可能跟 那个星战有关 不过说实话 那个 就是 五十一区 可能真的是为了 引开那个高科技的 那个飞机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是非的那个 东西 就是美国怕别人 偷窥他是非嘛 所以就弄出什么 外星人啊 什么的这种东西 去引开视线 这个加上 好莱坞的电影 Moder 很炫然 对啊 再加上Moder 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 很多人想当 美国总统的 唯一的梦想 就是想 看看 埃斯兰安 到底怎么写的 不是这回川普上台 还有人写段子呢吗 川普一定会 马上找阿巴马 就说 到底快带我去看 罗森维尔事件的秘密 那他发布 发微博 发推特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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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现在川普 还没有来得及看 过两天的这个新政 唠听了之后 他就开始去看 这也都开始发推特 这都有可能的 告诉你们 这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这个 哎 不过说起来 都市传说 咱 国内 听说过啥吗 国内就北京的 是吧 就是那 公交车的那是 你说 那是三百 不是三百 那是三四五 还是什么 就是 走 原明园 还真是 这种渡辅传说 真有 都听过 已经被传的 有点乱七八糟了 对 听过一个恐怖故事 是写的 北京什么什么 什么三七级 公交车的事件 哦 写的老长 我都听了 差多十多分钟了 对 这咱们斯里根 说文 白天说 他都要描述一番 白天这都在写了 他们俩之间还有事 对 就是说他们俩之间 还说什么话了 我说你这辫子 你当时在旁边 这都是传说的力量 你想想 咱们说这种事吧 经过一些 特别的艺术加工之后吧 就没意思了 但这个就是 在社会里传太带劲 但是他这里边 这集里边也讲了 就是他那个 每个人在去传这件事情 都添油加粗 都添油加粗 我哥哥的朋友说 我兄弟的朋友说 我听我姐姐之前 怎么怎么说这件事情 那不公共吸引之后 这人还会疯 各种各样的 其实最后演变成了一个 读书传说 只有口口相传 才有意思 当你把它 当成一个文艺作品 那就没劲了 像什么猫 老太这种事 已经做成电影了 这个题材 对人的这种吸引力 还真是 一下就减弱了 大家都认同这种东西 是一个文艺作品 它是一个胡编的 即使它上边写 是根据真实实验改变 你也不会相信了 对 这事必须解释 你爸跟你说 完了 你身边同学同事跟你说 你奶奶跟你说 他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你讲的 和我听的别人讲的 90%或者80%一样 10%不一样 这才有意思 你俩讲的一模一样 你俩是一个本 你俩是一个剧本 我说对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背的 但是你讲的那个 跟他讲的那个 好像一样 有点差别 是一个朦胧的 一样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更容易觉得 这事可惜 或者这事传起来有意思 所以今天这些 我们故意 不要把它往太恐怖了 因为今天也是 深夜在乱 后边都不恐怖了 后边都比较脏了 后边是比较脏的 来吧 后边你讲吧 我歇会 我歇会 那我先讲第一个脏的 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设定 就是它的设定是 日本 就全世界的石油 都已经枯竭了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从现在数 估计有个几十年 也差不多了 这时候呢 会发生一系列 这种跟经济相关的 一些改变 包括你的工作 你也找不着了 然后这个农田里边 没有这个大型的机器 可以起重 可以去耕田了 所以的话 这个人们失业率就暴增 包括电都没有了 这时候 大家都特别慌张 然后就出现了我们男主 男主也是在 求职的过程当中 他求职的时候 人家也是跟人家说 录用我吧 录用吧 然后人家说不行 他就自己开始反省 像我这样一个 又没有技术文凭 然后又没有大学文凭的人 我到底应该怎么活 无意间 他拿了一块布 擦了一个 就是撒尿的 小孩的喷泉 上面还写着 由于电量短缺 所以我们现在布 没有这喷泉了 给他擦了它 擦了它之后 他擦小孩 对 擦的是小孩 小孩身上写着字 但是是日文 我看不懂 是那个雕像 对 是个雕像 喷泉 对 然后他就意外中 获得了一个能力 就是他突然发现 自己特在上厕所 走着走着 他也措索整修 没劲去 就跑到森林里去 就是一个小树林 小树林里边 他又觉得不太合适 他就照一个火盆里边 这样的话 尿不会流出去 想得特别细 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他一尿 这火不仅没有灭 而且这火 呼一下还着了 上火了 特别棒 然后他就觉得 自己是不是得病了 人家觉得 可能是肾结石 或者什么的 就去看病 一看病 一看病 然后医症说 您这个 可能尿的 已经不是尿了 是石油 这人一下就慌了 说这个尿石油 这是不是绝症啊 然后人家说 你在那儿等会儿 说时间那是快 然后这个 政府官员就来了 这是国家文物 这没有石油了 我们发现新的油田了 赶紧给带走 然后辗转反侧 他就终于从 这个政府人员的 这个魔掌中逃出来了 逃出来之后 到小村 他想到村里边 人家都救了我了 我这个村长 对他特别好 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 如花似玉的小姑娘 对他得照顾有加 所以说 我得报答这村子里边 就想了一办 我干嘛呢 就是人家那个 原来是水米之乡 天天在那耕田的 一些机器都没油了吗 他想我 尿泡尿 搁到这个里边 他就能发电 就是他通过撒尿 来报答人 对 然后这一泡尿 下来之后 那机器就运转了 然后所有人都 这太厉害了 你这尿尿 就能整呛世界呀 然后他就想 村长的说 那你就别走了 你咱们这留着吧 留下来之后的话 他就干了 每天就干一件事 不是 也不是一件事 基本上两件事 先喝水 就是拿那个 日本那个大铁水壶 然后他 咯噹噹噹噹噹噹 就灌水 然后在那儿 开始尿尿 第二天是三尿 对 就是尿尿 一桶一桶的尿 然后他们这个 然后村长就对外 发过了一个消息 就告诉我们这个村子 发现了新的油田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村子里边 就是能有电 然后能耕田 能怎么怎么样 整个这村子 一下子富裕起来了 他得尿多少啊 就是每天尿特别多 100公升 给他放了一锅 是他们这个村的 这个什么资源部部长 然后对办公室里 只有就是水桶跟水壶 然后就每天上班 一整把门一罐 就开始喝 喝完就尿 喝完就尿 然后每天都尿嘛 然后 不是老这么喝 老这么喝 伤肾 然后这片再往后演 就是他每天尿嘛 每天都有一个目标 然后每天还特别的勤奋 然后那都是慢镜头 喝水全都是浇到身体的上面 哇通体湿透 然后尿的时候 就往来一捅一捅的 每天100公升 搭成目标 然后村长就过来 给你鼓掌 然后突然有天村长来了 说我们这个100公升 现在已经不够用了 村里的电还是不够发 你得再努力努力 然后这小伙子想了半天 那我再努力努力吧 因为那姑娘也在边上了 我得表现出来 我特别的强悍 对对 你得给姑娘撒尿 这件事 必须得姑娘表现明白了 你很能撒 对 迎风脚三米 这不是一般人的 然后每天他就还是这么干 但是呢 这个政府这个时候 就要介入了 就是日本呢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是那样 就是他尿了这么多 结果发现村子 没有明显的改善 他发现村子 依然是定时停电 所以他就是 发现后边 实际是有阴谋的 就是因为那个村长 把石油卖给美国人了 村长把他尿给卖了 因为他想的是 我回报这个村子嘛 结果但是他 他肯定得听村长的呀 这个尿了之后 到底怎么分配 是村长分配的吗 所以村子里边的店 该停还停 然后大部分的卖 开始往美国开始卖尿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产业链 然后他就有点急眼 他一急眼之后的话 他就说 我得逃了 就不尿了 然后这村长就不干 就连 把他都绑上了 然后做了一个 特别简单的设施 就是底下是油桶 然后上面是一个漏斗 然后杵的在那块 然后就是说你这个 然后就一直给他灌水 说你不能这么憋人 这么憋着对肾不太好 你必须得尿 一直憋着不尿 然后这时候 我们这个主人公 一直特别心仪的 小姑娘就来了 把他给解救 解救之后呢 两个人就其实逃嘛 逃到了一个大仓库 就在那块就 两个人就聊 说你看这村长 其实带你也不太好 你这以后怎么办呀 什么的 两个人越说日久生情 然后两个人就睡在了一起 睡在一起 第二天 那村长找着他了 然后那个政府的 其实也获知这件事情 也是贺枪石大臣就带过来了 找到了这个仓库 全都围裁了 说你这 你怎么能这样 这是国家的资源 国家资源 这不是你们村子的资源 你这样的话 绝对是一种 叫什么 我就给他定了个罪 对 反正就叛国罪吧 你已经是资源了 你又不是人了 对 这石油都是短缺的资源 这全世界都没有了 你有 你竟然不共享 说我们这人 必须得给他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我们给他带走 然后这个人 就因为跟那个女孩 睡了一晚上 就是他最后是急眼了 他想发大招 他不是有超能力了 我们想拿尿滋人家 带着火 前面是火 然后掏 掏滋人 要来火炎喷热气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然后突然他尿出来了 尿出来之后 发现火灭了 哎呦 他是没尿毛了 不是没尿 是尿出来 就是正常的尿了 因为他头天晚上 睡了一晚上 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 也没结束 也不是结束 然后那个大家 对他应该破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 大家一看尿不出石油了 大家就散了 哎就没劲了 你这没有石油 我们谁要你 就是个 找不着工作的 一个一个 一个这个 送货 loser对吧 谁要你 就大家都都撤了 然后撤了之后呢 但跟那女的好了吗 那女的带他 还是回村了 然后依然在村子里边 正常的生活了 不尿尿 正常生活了 我记得好像结尾的时候 他们最后 生了个孩子嘛 然后那个村长 什么都来看这个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的尿 好像是石油 出汗还是尿 是石油 对 是石油 而中间还有一点 特别逗 刚才妄想了 就是 那个政府官员 来了之后的话 说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带回去 做基因改造 改造什么呢 我们作为特别大的人 然后让他去尿尿 我们就能变成大油田了 就是做了一个 就是真的那个 我们之前看那个 巨人里边的 那个人的高度 是一样的 作为那样的人 让他在那块冲着马桶尿 我来来来 就是这段也特别逗 然后他就是 整个的这个设定 其实就是 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如果石油没有的话 其实 能源一个匮乏的年代 大家都为这样一个 稀缺的资源 然后去争夺 去做了一些很荒诞的事 对 就真的是非常的荒诞 就这事 反正 我觉得石油 好像是说 这个无论是煤也好 还是石油也好 再过人类 大概现在目前这种状态 再过50年 反正我从小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都市的传说 你会发现 尤其是就是 他当他尿出来 最后的结尾 在仓库里尿出来 就是变成普通尿的时候 就所有人那种 觉得好无聊 就是所有人觉得 这件事结束了 不重要了 但是对于他来讲 并不是 明白就是那个人 那时成长了一条线 这个人还是活着 还在这 但他突然就 由于你身上没有资源了 然后大家就突然就 不要你了 不认可你了 其实多少会觉得 有一点这种社会的残酷吧 因为前两天 我跟一个 因为我做这个 就是我视觉专业 做网站这个专业 跟人聊起来 Flash这个东西 现在没人用了 当年那堆Flash coder怎么办 我们公司的 Flashcoder 就是编程写动画的 和做动画的这帮人 现在分成了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去学H5 那一套了 然后另外一个 就变成瑞 就是Flash 现在头班那 还都是Flash的 就做那个 就该尺寸 对包括 真的会有 现在咱们公司里边 养了多少 做这Flash 对啊 但是这个技术过失之后 他们身上 其实就是相当于 他们身上的石油 没有用了 该开开 该滚滚 就你会觉得 当时我会感觉到 有一点这种 事态炎凉的 这种感觉 就是大家盯住的 当大家所有的目光 在你身上的时候 未必是因为你这个人 而是你能够给别人 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能够给别人 带来什么样的资源 因为当初 他这个里边 总共就在喝撒尿的那活 村里撒尿的那活 他简直就村里的神 口口相传 虽然大家都不认识 他是谁 但是每个人全都说 我们村子里边 他就这件事 你能觉得自己特别自豪 他觉得他是神 就这个感觉 让我真的觉得 特像Flash 我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同学 初中同学 他爸他妈是 不油缸厂的 做什么不油缸饭壳 那会特别火 特别火 你想那会 90年代那会 不油缸 刚进入家里 是吧 东西不秀 这很厉害 而且比驴的要强 咱家里谁都有 那种不锈钢的饭壳 对肯定的 但是这东西 就过年一下就不行了 他说为什么 这东西不坏 太结实了 他又不锈 他又不容易变形 他一直以为 他想说被乐扣乐扣的 那种盒给取代 我以为被塑料盒取代 结尾孩子能撒尿 那可能就能尿石油 那就指着一种传承 就是你这辈子 学这一个 然后你挣这几年前 然后你当上 你孩子想法去学新的吧 我觉得他倒是我看啊 就是每个人身上 其实都会有一些赏光点 在某些时间 某几年 你身上的这个资源 对于大家来说 就是一个稀缺资源 也许是你的性格 你的知识 你的文化 包括你说 我可能是会flash的 这些东西 当然当他一过去的时候 你这个人 其实就走下神坛 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对待 你就太鸡汤了 讲完了一个咱们跟这个尿相关的 这还有一特别脏的 这今儿也不是主题 为什么咱们全都偏向于这一块了 不是 你找的 不是 因为这些不干净的妖魔鬼外 都怕脏东西 对啊 再讲一个齿的 对 不是 这提前漏题了 一会儿你们走的时候 要害怕 就赶紧把寇解下来 我们 不是有新闻联播吗 一会儿我把寇解下来 可能就跟那个珍珠男人 一会儿被人给弄着带走了 不是咱俩可以脆吐吗 再讲一个 这个名字挺逗的 就是 应该是日文音译 但是咱也不懂什么意思 叫Fanamo 这个片子一开始呢 其实就是 小两口 这一看就是说 他们俩即将要结婚 然后在那两个人谈恋爱 在那个餐厅在那吃饭 两个人就在那聊嘛 聊的过程当中的话 这男的女的 就其实一直在去聊一些 咱们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窗外 因为一直在反抗 就在抗议 在游行 说我们还我们动物 还我们农田 然后我们要拒绝Fanamo 然后也不知道 这种东西是什么 这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中 谈婚论嫁 一直在聊 聊的过程当中 这男的不停的 从兜里边掏出来 一个黑色棍状的物体 从屁股兜 一会儿聊着聊着 掏出来一个 一会儿聊着聊着 挑出来一个 这时候也不知道 这两个人说到 晚上要不然你去 男的说 晚上要不然你去 我们家住 晚安喝杯酒 然后 一下 女的说 好吧 两个人都去了 到家里边之后 这两人还在聊 谈婚论嫁 然后这男的在说 咱俩这个要结婚的话 你爸特别反对 这个Fanamo怎么办 说说说 他又从兜里边掏出来 男的就向这女的说 要不然咱俩 不管这些 咱们就结婚吧 女的也欣然接受 然后 但是女的接受的同时 女的就说 你能别跟我说话的时候 你老从兜里边 掏这个Fanamo 你一掏 我就这么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能不能 别一边Fanamo 然后一边就 跟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 女的就特别生气了 就去了这个洗手间 去了洗手间 打开一看 这时候洗手间里边 都已经没有马桶 做成了一个艺术空间 然后这男的就说 这时候 我们里面的基本人揭开了 男的说 我自从改造了 变成了Fanamo以后 我就再也不需要洗手间了 我就是拉屎三角 全都能直接 就是从这屁股兜里 掏出来东西就行了 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已经觉得说 这个片已经非常脏了 因为它一直在 从兜里边往外掏 而且在吃饭的时候掏 在聊天的时候掏 这个东西 是那个黑色的棍状 然后金属身的物体 掏出来的时候 都跟保健出窍似的 噗一声 对 他那个看着就是 有点跟高科技的 这个产品似的 有点看跟高科技产品 而且就是 我挺好奇的 他怎么老掏 他就有那么多吗 人家说了 人家就是 少食多餐 这可能是一种 更健康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男的就是 在后边说的时候 就跟这女的说了 说你这别光看 我掏这东西啊 这东西有非常大的经济效益 当有了这个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人 就不需要做这些东西了 我们下水道都应该改造 因为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 都已经改造成这个东西了 另外 有了这个法纳末之后 我们其实疾病的传染都少了 我们知道很多的这种东西 都是通过排泄物去传染嘛 但是我其实在看这的时候 我在回想 我说要没有这个肥料从哪来啊 我们再也吃不到那种 绿色蔬菜 对 人都那个时代了 可能把这东西都收集走 能做成肥料 这都有可能吧 而且他里边还提到了 比如说什么住院 住院的话 陪床不老得弄这个吗 说的这样的话 不用弄这个了 然后陪床那些人 就都是劳动力了吗 反正有这种意思 所以他们失业了 所以他们的法案 我觉得是 然后 剧情到这块 其实他只是一直在跟这女的说 你要去改造 这女的也发现 其实因为有很多的 整个社会上的人 都改造成这样了 连公共厕所都被取消了 这个以后 这个东京就特别干净了 他说你见过以前 东京奥运会 应该是过几年 东京奥运会 它虽然肯定发生在之后 东京奥运会之前的东京 那个就是满地的垃圾 当有了法纳某之后 我们都没有垃圾了 包括那点他也说到 就是说之前 他们游行 说要还动物 是因为 是因为东京 把野生动物给取消了 就是什么野猫 什么这些野鸟上 都给抓了 说因为他们的存在 会导致垃圾 还会有垃圾 就垃圾没了 反正他们也没 这东西都是共生的 他们也吃垃圾 但是他们也造成排泄物 所以把他们就全都取缔了 就全取缔了 就变成那样了 所以东京就一下 变得特别的一片祥和 特别干净 这女的就在再三思索下 就决定要想结婚 所以我就去做一块改报 因为里边有一个设定 就是女主角 她爸爸不接受这种人 就比较保守 觉得这种人有病 神经病 然后她爸爸就说 如果你跟这样的人结婚 就要跟她断绝关系 然后等于这男的 就忽悠这女的 说咱俩特别恩爱 咱俩携手一块去搞定你爸 所以就是你也改造 咱俩都改造 就你爸也没辙 这么个意思 这女的就在她的忽悠之下 就到了这个医院改造 瞬间就改造完了 但是改造之前 人家跟人说 你选一套餐吧 我们这有套餐 有一新款的 您要不然来这试试 我们这还能有30%的反 想不然立反 然后那女的说 好吧 就改造了 改造完之后 也是正常的偷出了这个反大帽 哪边那边还鼓掌 说哎呀 这个第一个反大帽 已经产生了 这个恭喜恭喜 特别 中二的一种感觉 然后等到家 就正常举行婚礼 到家之后 这两个人 就是你想这个 婚礼结束之后 肯定就动房 花竹叶的时候 然后这女的 就是衣服都脱了 男的衣服都脱了 男的突然 这就是反转了 男的特别惊讶 说 你这个为什么 跟我这接口不兼容 然后说 我已经改成了 叫马纳素 还是叫什么呢 就是一个别的名 说这是一个升级版本 而且它不仅仅说 你这个排泄物 特别干净 而且它特别好玩 然后也忽悠了男的 要不然你也去改一个 那个男版的 这个东西吧 然后男的就 就结束了 但是男的能看出 特别的悲哀 因为两个人 接口完全不合适 两个API 都没法读取数据了 这就是相当于 这个CPU的接口升级了 对 你这不能用老CPU了 苹果的 苹果4到苹果5的变化 对 就是从Duck口变成了 这个叫什么Lighting口 反正 这个 挺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我实在是不理解 这些日本人的脑洞 脑洞的这个方向 都挺怪的 你觉得有啥意义 你说这个 让我想起什么 也就是说是日本那边 有一种什么文化 就是叫极简文化 太极的极 简单的简 咱们现在不都是买吗 咱们觉得 什么都没有 咱们得买 买更多的东西 来充斥我们 但好像说在那边 有一部分人 就是排斥这种东西 就是排斥有更多的东西 来进入到自己的生活 世界前面 我里有一集 讲的是这个 就是那个人 开始扔东西 开始扔 什么都不要 包括你看 他那一张桌子 桌上 一个本 一个笔 没有笔记本 电脑 也没有什么台式机 就是回载到 最原始的 一个一张鞋子桌 一个本 一个笔 那他这样生活 就是很多乐趣都没有了 那美国还有什么 不是 他说是什么 然后你说现代人 就是很多的焦虑 是在于 你身边的物质太多 会有 你的物质太多 以至于你无法去 去静下心来 进行集中思考 坐在家里 说今天晚上 什么都不干 我看会书 就发现 一会看我朋友圈 一会看我微博 一会干会别 一会干会别的 就是你无法集中精神 这种人里边 有一部分人 最后就产生 极大焦虑跟恐惧 他觉得 都在干扰我 就他们这些东西 在潜移默化 在影响我 去变成另外的一个人 而不是我 你说特别对 就功课的 那个贴版里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那些信息 会把你最终 指向一个方向 对 所有人都指向一个方向 我们要屏蔽信息 对 这应该也是很多 这种反乌托邦的小说 对 想想反的一个东西 我们感觉特别像说 南方公司广告那集 把你莫名的 去引到一个方向 实际上就是 现在社会 大家都差不多 美国 中国 日本 这个状态是几乎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是 在近十年 或者近二十年里边 飞速发展 去形成同样的文化 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你反而都又互联了 认知都达到 特别相雷同的 对 现在就是 你像 说到这儿 就刚才你说信息的 我觉得现在信息 基本上对等 相当于 就是包括 广告主跟消费者 其实他信息 基本上对等 你们现在是不是 也没法打 很多信息差不好打 信息差现在没法打 就是做创业 其实是很难的 很难了 对 这个其实也是给 很多类似于 不光是广告 很多类似于的 大家都需要去升级 就是你需要走到 人家前面半步 那半步很难卖 就这个的确是 包括我自己都觉得 时间现在分配 都不好分配了 对 你就觉得要干的事太多 我们得看个片 得玩个游戏 得上厕所 得干什么 好多 好多 不你根本改造成 法达法就不需要 你把你这一部分时间 可能他可能就是为了 节约 所谓的去节约你的时间 好像我不用去上厕所了 不用卫生间了 好像我也有 这么一天多出 一个小时时间 我可以干点别了 但他也没有干别的 对 其实那一小时 也在刷微博 对 过我肯定不会改造 因为我的好多思考东西 包括都是在厕所 你们不这样吗 我是那样 就是思考的时间 都是在厕所 看杂志的时间 好像你家厕所 蹲根对着两个人 你是不是还有一些会客 来这 有个朋友来这块 要跟我进行一些 住宿 来来来 坐这 坐这 我坐这 你坐这 那还不是俩马桶 能对着吗 来就对在这块 一块来 进行思维的碰撞 那你这么说的话 咱小时候商务所的时候 永远都是手牵手 然后一起去公共厕所 对啊 就你看小时候 咱俩有时候聊很多话题 都是在厕所嘛 就我始终觉得 所以看 始终觉得 对始终觉得嘛 你为什么要始终觉得 始终觉得就是思维的 能够迸发出这种火花 都是在厕所 所以我看这片的时候 他最后把那个厕所 改造成了一个 那个艺术空间嘛 就是 如果是我 我都不会 我得留着那个马桶 我要坐在那块 去思考人生 我真的从小 就是在厕所里边 去吸取很多灵感 我记得最早 写很多东西的时候 就是 弄一个小凳 搁在那个马桶前头 然后我脱了裤子 坐在马桶上去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脱了裤子 坐在马桶上的时候 才能够撕如泉涌 不是 你是倒着坐那马桶吗 然后把那个 上面那个马桶 不是 就是前头离一个小小说 包括 包括有的时候 就是 看完片 有时候要做节目 会在那边 一边拉屎一边去 在心里边 摸 回味一下 我这些话该怎么说 所以咱们节目 很有味道 你能明白 是你说的话 比较有味道 你说的话 我说的话很有味道 为什么 你都是在厕所想出来的 厕所和洗澡 我觉得这两个 真的特别容易 让人思维能够变得快 洗澡也会 洗澡也会 太棒了 那我再讲 最后一个吧 再讲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 跟设定相关的 跟那个 其实前两个比较像 但是他这设定是什么呢 就是 还是日本 就是他设定了一个 说没有谎言的一个时代 就是当我们 其实每个人 都不会说谎的时候 这故事一开始 特别逗 他就是男主 去参加婚礼 他们那个婚礼上面 我们都知道有致辞嘛 但是他致辞 我们一般全都是说 一些特别祝福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 这个男生 是我们见过最帅的 女生见过 我们是最美的 天作之和等等这种的 但是他们那个 时代不一样 他们上来之后就说 那个致辞的人说 这个新郎 是我见过最丑的人 丑到爆了 所以当这个 我们班里边 这个女神 想跟他结婚的时候 我想一定是为了钱 然后那男主 就在那特别开心的笑 然后呢 这个不仅仅是这样 还有一些 就是他们在政府 就是大新闻 政府官员贪污 政府官员怎么说 我就是天天 给你们做牛做马 天天干活 然后我就拿了 五百万日元 你们就要天天 在那去挤到我 这不是合适吗 他拿的日元 是买蜡笔小薰了吗 然后还有的就是 广告 这特别逗 广告那个比较酷 我建议以后 你们也这么做广告 对 广告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一个汉堡的广告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那个居无霸吧 居无霸的广告 进来之后的话 就是一胖子 特别胖的小孩 然后在那吃 这个汉堡上面就是烂了 就是搓成一团的芝士 那个肉饼 就是特别大的一片 然后特别松软 然后面包也是特别大片的 就是看着 跟我们真实买的汉堡 是一样的 不是那种 蔬菜特别的鲜嫩 肉饼特别弹牙 芝士是一片一片的 面包特别整齐 上面有芝麻 不是那种的 小孩拿着这面包 拿着这汉堡 咣当一口都咬 你能说 妈妈太好吃了 然后他妈妈说 这个虽然不是很健康 但是你也可以多吃 因为它很好吃 然后广告就结束了 结束的slogan是说 我们是不太健康 但特别好吃的汉堡 真的我建议下回 你给你们的广告主 也做这样的广告 绝对能火 这就火了是吧 绝对火 然后人家这设定 都特别逗 所以这男孩 就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边 但是这男主 就特别衰 一般我发现 士奇物语里边 选的男主 都是特别衰的 工作被辞了 辞的时候 然后店主 店里边经理就说了 说你走吧 因为你的业绩是最差的 而且你平常又不太努力 然后所以的话 你自己要不然 整点什么事你走吧 反正你走了之后的话 然后公司会 给我们发一笔奖金 必须得猜一个 我觉得就是你了 然后这男的 也特别直接 男的跟那个老板说 咱们这电话 根本就卖不出去 咱这电话 是得靠你行走的范围 来决定 你的收取的信号 到底有多强 这个样的电话 会有人买吗 反正都是大实话 然后呢 包括他女朋友 跟他也说大实话 我就是 公司有一个 特意有财 有钱的前辈 要追我 所以我觉得 咱俩直接分手了 就是这男的 就已经背到家了 他在大街上 溜的好像是 我觉得这样的女朋友 还不错 总得骗人 对 总得骗你一家 所以就这个片的 其实核心点 就是谎言 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男的呢 就在大街上 捡了一钱包 这钱包呢 正常我们的反应 其实就是 从小的教育嘛 捡到五分钱 都得交给警察叔叔 但是他没有 他也藏起来了 警察还看见了 我觉得人家最衰的 就是警察 人看着他 就停着边上 那警察是 那个艾尔医生里边 那个 那个就是 开飞机的 那个人演的 所以他特别搞笑 他说 你刚才是不是捡钱包 说捡了 是你的吗 不是啊 那你这是偷窃 你知道吗 然后说 我这 我不是偷窃 我不要坐牢 然后警察说 那你这样的话 你算是 怎么说 算是拒捕 我一定要抓你 要给你逮起来 男的就崩溃了 说我不是 不是不是 然后警察就这时候 掏出枪来了 说你还是不是吸毒了 我就看着越看越怪 然后这男的 这时候突然 灵光一现说 好 这个钱包是我的 就等于他说了一个 跟他们正常社会 全都违背的 一件事情 但是警察当时特别 哦 是你的啊 那就没事了 那咱们就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然后他说 那你赶紧回家吧 不要再掉了啊 然后他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 他就一直在想 我怎么能说一个 跟事实不相符的东西呢 这时候他就说了 第一次缓言 但是他理解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找了 他的两个好朋友 这两个好朋友呢 就是他也跟这两个好朋友 教他们什么是说谎 一直在教 然后就说 十瓦星格是我爸爸 然后那个 有位戴眼镜的人特别头 说我的女朋友 是十瓦星格 都崩溃了 特别中二 然后他们仨人 就是因为特别嗨嘛 然后就是中间 还有一系列 他们去外边去测试 说这缓言到底 能做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什么 东京要被导弹炸了 然后又导弹危机解除了 把这个人都 弄到团团转 但是他们想出一办法 说我们一定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这件事我们是可以发财的 是不是先吃饭了 对 还有去吃饭 吃饭可以不结账 吃饭怎么不结账呢 就是跟人说 我们已经结过了 就是反正一系列的东西 都是用谎言 就是能给他们带来 很大的这种优越感吧 所以他们就是决定 在一块干一件事 就是卖东西 挣钱 卖什么呢 他们就决定说卖水 水这个东西最不伤人 而且他其实又是自来水 就能喝嘛 他们说我们给这水齐名 就叫幸福之水 叫happiness water 这东西只要喝了之后 他们组织就是电视广告 这个只要你喝了之后 就跟我们看的电视营销 什么只要999 这种是一样的了 只要喝了这水的话 你就能有幸福感倍生 这全民 这水就造成了一种哄抢 大家都来去抢那个水 去买 但是这事呢 反正好景不长 就暴露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喝了之后 并没有幸福感 然后大家就来找他麻烦了 就说你这水喝了 根本就不管用啊 这时候这男主又集中生智 想到一半 说五年 我们这五年才起作用 你必须得喝够了 这个时间之后才会有 就大家又是 哦那你早说嘛 我觉得这越来越犀利了 这个剧行为了 然后就大家都都走了 但是这时候这个 有一小姑娘 这个其实剧情 稍微有点反转了 就一小姑娘说 你别人不早告诉我 我妈妈其实 就是因为得了病 喝你那水 没有效果 然后已经不行了 然后他其实就 当时他就顿悟了 顿悟之后就说 是不是应该这么 继续往下去做 所以他当时就 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说 我必须得去自首 他就已经开始醒悟了 我不能在这么那儿 去撒谎撒下去了 后边剧情就基本上是 他去找这个小女孩 然后跟这小女孩 说清楚了 也其实还是撒谎了 跟这小女孩说 我跟你妈妈之前 在她不行之前 跟她打过电话 说你是最珍贵的女儿 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 但是他最后 说了好多善良的谎言 对 就是善良的谎言 之前其实都是 为了自己能不付钱 什么的 然后他又做了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事 就是他自己跟警察 去说我犯罪了 警察说你犯什么罪了 我说我说谎了 然后警察说 说谎是什么呀 他就教这警察 然后教那警察的时候 然后那警察就 这就是谎言 就懂了 然后结果这事 就通过他的认罪 然后变成了全社会的人 全都知道说 这谎言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时候 剧情的反转就来了 就是又是 那个汉堡的广告 这回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 特别鲜瘦的小孩 然后吃着一个 有新鲜的蔬菜 然后弹牙的肉饼 和整块的奶酪 组成的汉堡 然后旁边 一特别漂亮的妈妈说 这个汉堡既好吃 然后又不会胖 然后说 这是多好的一个汉堡 然后最后的结尾 也变成了 告诉说 我们这个吃的非常健康的 他因为认罪了 就进监狱了 他出来了 出来之后的话 因为他当时 跟那个警察 其实还是说了谎 这事只是我一人办的 跟我两朋友没关系 所以他们就 特别happy的 就是那两个人 又来去接他出狱 就是知道说 他特别仗义 所以这个三个人 又特别happy的在一起了 但是剧情最后的反转 就变成了社会 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政府官员 又坐在那个桌子面前说 我真的没有偷 我真的没有拿这个钱 等等这一系列 这剧就完了 我觉得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 最后的反转 还是晚约了 就是他可能没 导演没敢往那个方向 他不太敢 他不太敢 导演以后还要接问告呢 他不太敢 对 导演以后可能还有一些 娱乐节目没啥 绝对收了 我也其实看到那块的时候 觉得前面那个铺垫 我觉得那个五年 说五年那时候 就已经 有点挺犀利 其实他管这水 叫幸福之水 是不是就已经 很他妈犀利了 对啊 比如咱们现在喝到 这个什么什么 一个一种水果的饮料 对 但其实他跟里边 根本就没有这种水果 你看我如果 要是做他的广告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告诉说 这个刚从树上仙女 不是仙女 少女给你摘的水果 然后配着某些一些材料 开始熬制 熬制完了之后 倒到这个瓶子里 然后给你喝 也是处女摘的吗 在大腿上卷烟烟是吗 所以这种东西 已经让咱们就是 默许了 默许了这种东西的存在 这种现象的发生 这种广告的出现 已经合理了 对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咱们已经觉得它合理了 对你要如果看到的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想 如果我要真的是 按照他的那个套路 不说谎话的方式去拍的话 这广告也拍的很好玩 但是我就说你下回就跟广告主提这种 就提这种 我们的 比如说 比如我们的淘汁 不含任何淘的原料 多酷啊 多酷啊 但真的消费者不会去买的 也不一定 咱们就说饮料也好 或什么其他这种快效品也好 可能更多的是寄托了一些想象在里边 对 其实我喝这种饮料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它好喝 你只觉得好喝 我就没想其他的东西 就是只有安适的 你觉得好喝也是受到一定安适的 对 比如说就是现在我喝 我喝某一种饮料吧 就是不含糖的那种饮料 你们也知道我经常喝 是 我会觉得这个不含糖的这个版本 会让我不长胖 但是后来我也根据一些其他言论 决定你长不长胖 不是因为它的糖 是因为它里面另外一种 一种那个一种物质 会把你的脂肪什么给包起来 以至于你的脂肪不容易被消耗掉 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那些还是真的是假的 对 这个是特别甚的荒荡 就是你那些东西你也不知道该不该信 就我们之前说的低短致癌这种 听我说我后来还去研究这个单糖跟双糖 就还去研究折糖 折糖果糖蜂蜜 各种糖的区别 711里边选饮料的时候 你会去选择那些无糖的 你会给自己心里一种爱是奥 我今天没有吃糖 你说这个呢 真的感觉好像选择越来越多 但实际可选的越来越少 我是比较怀念只有北冰洋的年代 就是现在有时候打看到那个 我特别喝饮料 不喝白水只喝饮料 但是我看到琳琅满目的饮料 我跟你一样我焦虑 我都焦虑不是说含不含糖 我无所谓了 我喝哪个 哪个好喝 不是这不难 这对于我 我妹妹特别爱去什么711这种地儿 买点凉 因为她准备多 我一天喝一个 一天喝一个 那你还行 那你天天尝 就有时候我就想找个最好喝的 我也很焦虑哪个最好喝 不是你中午吃饭 你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会吗 中午在711买盒饭 也特别焦虑 前面这几个人 排到你这的时候 一边在想 我又这两种还是那两种 我发现快到你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紧张 只有等排到你这 人问你你要吃什么菜的时候 你会打消之前 你所有的预想选择 你会随即的选择两种 说这故事有点远 不过这故事里边不远 就是我现在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谋外卖 或者就是这跟说谎 没什么关系 说谎那个事 现在在咱们这时代 其实好多东西是你无法避免的 以至于当你看到这些广告的时候 它其实在给你讲一个故事 或者给你一种美好的设想 前两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一个新的领导 那领导现在我还没有 视频上还没见到 但饮料广告打了好几天了 叫什么 我回头逼啊 那老贵了 是吧 你已经喝过了 我不是和我们公司也出了一次的东西 那东西特别贵 那一瓶上百 不是那是干嘛的 就是跟美容什么的相关 跟美容什么的相关 那一瓶上百 一瓶饮料上百 我觉得你这真是跟幸福水挺像 幸福水不就是喝了就幸福吗 那你那东西 我喝了就美女吗 我喝五年能美女也可以 那我喝了五年发现不美女 咋办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篇里边 但是这篇里边 我觉得不是一味的批评谎言 他是觉得谎言是有用的 你比如说开始设置 就是婚礼这种事 如果你都说大实话 就没法玩了 其实那边肯定都离了 朋友之间其实有也是 包括那个 这篇里边就包括那个 他跟那女孩说的那些话 其实有时候谎言是善良的 但是呢 就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把这件 把谎言这个事 弄得就没有任何底线了 有的谎言 其实说出来之后 你是为了说能维系一个关系 或者说是你维护当时 这个不尴尬的这种场景 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谎言 其实是偏向于前者的 而不是说咱们后者 说这种善良的谎言 善意的 善理的谎言 反而就很奇妙世界 因为但是这样 你的焦虑点是在这 就是说有些谎言 是为了达到目的的 有些谎言是为了 营造一个气氛 对 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向 我想说什么 就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 她也听这节目估计 但是无所谓了 就是一小姑娘 就是跟男朋友之间 现在在打架 其实打架的核心原因 没什么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 所谓的核心的大事 不过就是可能 跟哪个女孩 发了个微信这么个事 也没发生什么实质关系 但是她就 纠照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 她没有把这件事 第一时间告诉她 就是第一时间问了 但她 那个人回答是在跟男的说话 然后后来被发现 跟女的说话 她认为这个是 他们分手的核心原因 就是 她不能接受这个谎言 她认为这是谎言 这已经是两个人之间 是最不能出现的 就是谎言 这个谎言 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谎言 是为了避免矛盾的 因为我岁数大了 我可能经历都 我觉得是避免矛盾 但是你会发现 有时候 人对这种谎言 不能接受 但是对于 谁的谎言被拆穿了 关键点是在这 是方法问题 因为是一个方法 它方法没有使用好 你知道吗 广告这些 很多其他的 更大的谎言 更坏的谎言 反而我们就 就看似 就好像很平常了 你明白我意思吧 就是 大家对谎言 都开始出现了一种 有时候反而那些 小谎言 有些善意的 或者有些 为了避免矛盾的谎言 大家更纠结 但那些更大的谎言 大家就无所谓了 其实我倒觉得 你刚才说的那个 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 谎言太多了 你现在已经区分不了 哪个是谎言 哪个不是谎言了 不过 刚才Evan说的 因为我认为 另外一个朋友也是 他也有时候会因为 谎言分手 然后他跟我的解释是说 我并不是因为他骗我 是因为他骗不过我 太笨了 就我不想跟 这么笨的男人在一起 这个解释我是接受的 但是我从刚才 你说的里边 听出来 你这两个朋友 你的朋友都是女性 有时候会显得 智商低 其实可能姑娘跟你分手 不是因为你骗 是因为你傻 因为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 是为了基因 去挑选优质的基因 就是聪明是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 或者你如果不够聪明 你就拿出自己的坦诚 也可以 就不要说谎 对对对 不要说谎 就是你选择最后这个故事 肯定是跟你现在 所处的这广告业 有一定关系 有没有 当然有 当然有 就是他这里边 因为有两个特别逗的例子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广告 就是那个汉堡广告的 这两个例子 其实 真的就是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我觉得也肯定 还有其他行业也是类似的 你真的在去找这个产品 以前我们会去讲 这个产品有造福人类的一些卖点 你现在真去找的话 很多东西是没有的 但是你仍然要把它吹得很容易 就是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其实给大家在造就这样的环境 你无论是广告也好 还是包括天使的一些节目 包括一些新闻 网上的文章 包括其实你 找一些这种大号 去发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都是在把舆论 往一个方向上去导弹 这件事情未必是真实的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 其实全都是你需要构建出来 全是套路 你知道吗 就很多东西都是套路 但有一种吧 我说前几年 我在电视上还能经常看到一些 国外的一些企业 就是 你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它这个广告 还挺长 三十多秒 然后说了一大堆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种事 就完了 它不介绍产品 那是品牌 明白吧 纯是为了打自己的品牌 对 它即使也是做 也有一些商品 包括一些快销 它都不提 它只提它这个品牌 可能都是来自硅谷 让我们把生活变得更美好 但是你看硅谷的这些企业 我觉得 硅谷的那个电视剧 会吐过这个梗 还有些不就是为了全钱吗 很明显 十几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好像就有这样的广告了吧 你也不知道卖什么 就喊一个公司的名字 但你看咱们小时候 我觉得那广告 我现在还记着了 有一广告 印象特别深 美流 阿里斯顿 就是那个 那两个人在大沙漠里边 完了 呼唤名了 突然想到这个 你说都想不起来 你知道这个广告导演是谁吗 就是那个严宝康那个人 然后头发长 那丑流氓 带眼镜 他就是原先是在影视圈混的 好像跟什么张艺谋 他们同学还是什么 这回头是 那一届 反正是那一代的人 包括他演过丸主 然后后来他专门是拍广告 他是我知道那个人 他搞了一片这种东西 我都很厉害 我觉得当时拍一个 就是冰箱广告 在大沙漠里边 就喊两句这个 完了 很厉害 这算广告界的一个前辈 对 反正那个年代 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广告 其实我小时候 印象最深的是那个 叫什么 少抽两盒 忙碌碌碌碌 一年不用洗脱锁 对对对 有的 有的 那会儿没有广告法呢 现在肯定不让你这么说了 那个你看 咽不让说 然后你还不能攻击 这个其他的品牌 但是那个年代 其实他说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真知实力的一些卖点 就是省钱啊 对对对 你能想到这个道理是有的 你连现在 但是某个集团 那个有个大拳头 那个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吗 那个提了 过去咱们想到一些老广告 他的那个slogan 都会让你觉得意犹未见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什么 东宝干嘛呢 想个灵 我喜欢那什么 人头把一开 好处自然来 对反正 你喜欢这种高端的 越满天秘湿 对就那一劲 我操觉得太来劲了 但现在好像是这种的 slogan好像出现了不多了 少 因为现在东西越来越快残化 尤其是你像酒啊什么的 这种要求品质的 你就可能能看到的是 车的会多一些 但是车的话 车的一般全然强调产品 会比较多 但是我刚才其实也想讲 就是有些 就是这个车的广告 其实做的还是 我觉得现在车广告就是 台词太多 但真让你能最后 记住的那一两句少了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那个年代的广告 有经济实力购买东西的人 就是它影响广告影响的 这个群体 实际上 怎么说呢 就并不是面对所有的人 不是面对上所有的人 他所面对的那些人 是需要这种感觉的 但现在更多的是 在吃人口红利 这个很正常 因为全民富裕了 全民富裕了 现在很多东西 不再是高端的 一部分人的消费了 而是全民性消费了 咱们很多审美认知被拉低了 对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要把它变成平均数 就是跟GDP似的 咱们那会儿 咱们那会儿 公司不那帮人 天天嚷嚷吗 接地气 我们要接地气的 对吧 就是什么叫接地气 我现在其实碰客户 也会有这种 就是我要这东西 你不能跟我讲一句 我听不懂的话 你要跟我讲一个 是特别接地气的 一个大卖脸 就是便宜 因为你 两个便宜 亮相读 因为你说的酒里 我真听起来 那个什么月满轩泥市 是叫这个吧 因为我一朋友 我一朋友名字 是在这里边的 就是我会觉得很美 你明白吧 但是你看现在 你要是卖这个月满轩泥市 这么一个东西 你放在广告头 这个普通老百姓 对吧 有多少人能看懂 多少人能理解到 他不会去购买 因为现在就是 吃人口红利 你不如就说这个什么 这个送老板 就送轩泥市 特别有面 这绝对比月满轩泥市 这绝对比这个卖的活 穿穿力会强 这个市场增长率会很高 但是品牌认知度会下降 哪天咱在 就是在深入 在单独 可以哪天单独 看看什么超级碗 什么偷贴的 这个广告集结 看看 电影挺好看 那是对我来说 就跟电影节一样 咱们今天从一开始 这个东京奇谈 又聊了很多 世界奇妙物语的故事 我觉得今天 真是一个杂谈 什么都聊 结尾又聊了好多 广告的事 广告的事 一下又想起了 很多以前的 好的广告 对吧 那真可以什么时候 做一期广告的 不错 行 好吧 那咱们今天 先聊到这 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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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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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